最近报纸上有一些我的传闻 吴小姐听说了吗 其实娱乐圈就是这样的 想要解决问题非常简单 可是皱眸在我心中的分量非常重 我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做出 任何对不起她的事情 她有你这样的女朋友 真的是好福气 我的确很想进军国际影坛 这个角色我也苦苦等了三年 不过为了她 我可以放弃任何东西 怎么样 有意思吧 吴小姐 你说我是不是很傻 对了 最近有接相军吗 有 她这个人很爱开玩笑 很善良 长得又帅又有正义感 所以当初我才会把她介绍给你 当辩护律师 以为凭她的专业水平 可以帮到你 可是 没想到你们还是输了 没有啊 向律师她人很好 也很专业 而且有责任心 不管怎么说 她都帮我赢得了探视权 在我心里是很感谢她的 也许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其实当初我也很为难 我非常希望你赢 不过 如果要是让仲谋知道了 向律师我介绍给你的话 她一定会很生气的 好了 给换面了 我 你放心吧 这件事情 我不会告诉李先生的 拿过去吧 妈妈 曼迪姐姐 烤肉好了 快来吃啊 那这样 我就放心了 妈妈 快来啊 妈妈 妈妈 来了 彤彤等着急了吧 怎么样好吃吗 嗯 像个小花猫一样 来 擦擦嘴巴 吃一串 你瞧你 吴小姐 你也吃一串吧 啊 哦 不要客气嘛 彤彤 喝 我要吃鸡腿 来 有 来 往下转 曼迪小姐 我们撤影当门口吧 你出来吧 好的 我马上下去 好 周末 朱莉已经来接我了 我先走了 吴小姐就要麻烦你送回去了 吴小姐 今天玩得开心 希望我们下次再聚 谢谢 那我先走了 好 那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好 你 好